接下來我們稍微來講解一下 我所知道的一些不同用手指頭彈奏的一些方式 首先如果刷奏的話 呃其實隨便啦 就是你只要彈出來有聲音就好了 那不過有的人會用 習慣用指甲去觸選 讓他有點類似像Pick 可以得到比較硬然後比較輕量的一些聲音 所以下播的時候 可能就會用這四根手指頭 做下播的動作 其中一指或兩指都可以 像有的時候我會用食指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用 同時用中指還有五名指 一起往下播 不一定看狀況 然後上播的時候 因為上播你用這邊的手指頭上播的話 他就會用肉 肉的聲音就會比較 比較悶比較溫暖 比較肥厚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較輕量的聲音的話 上播我們就會用大拇指 所以他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有的人會將食指和大拇指捏起來 就是假裝是Pick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這樣子 用中指還有五名指做下播 然後有的人他會用 喜歡用肉去撥 所以如果這時候就反過來 下播的時候就會用大拇指 上播的時候就會用食指 或者是中指無名指都可以 OK所以他就會長這個樣子 接著是彈奏單音的狀況 彈奏單音的狀況他的 彈奏的方式其實就還蠻多的 那麼主要會有 大概這幾種 第一個是單純的使用大拇指 一直往下播的動作 所以不論你彈什麼 就是用大拇指往下播就對了 就是用大拇指下播 有人可以撥得很快 超強的 接下來會有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會用大拇指跟食指 或者是大拇指跟中指 其中一種組合 這看個人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然後會讓他們像我們拿Pick一樣 交替的去撥選 所以可能下播我們就會用大拇指 上播就看你要用食指或者是中指 做上播的動作 所以把他連貫起來 他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麼他的播弦方法就會像拿Pick一樣 就是一直下上下上交替播 或者是看你想要連續下連續上 都可以 所以如果彈奏音階的狀況 他就會長這樣 OK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用中指 接下來另外一種方式是用食指跟中指 像在走路一樣 去做交替的波旋 通常我的姿勢會是像這樣子 正常的彈奏姿勢擺在這邊 然後用食指和中指去做交替波旋的動作 就想像他在走路一樣這樣子 OK 所以在彈奏一些速度比較快的東西的時候 用這個播法其實就還算是還蠻好的一種方式 所以要做交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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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再拍到的地方 就像這樣做交替的地方 所以要做交替的地方 來拍到好的地方 就算有一個特性的地方 我會把它揺到的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 就像這樣做交替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